杀手在女人的脚上涂抹蜂蜜 而女人其实早就醒了 现在是假装还在昏迷 杀手并没有发现 她在女人的身上均匀地涂了一层蜂蜜 接着撒上不加点的大颗粒海盐 还有手工现磨的顶级黑胡椒 最后为了除脚臭 还加上了小叶香菜 会做饭的小伙伴都能看出来 这是在腌肉啊 腌好后杀手来到隔壁房间 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烤箱 她打开电源开始预热 等她设置好温度 在回来的时候 发现女人居然不见了 什么情况 烟好的鸭子居然飞了 杀手拿起旁边的钢叉开始找人 她知道女人肯定没有跑出去 而女人确实没有跑出去 正躲在旁边杂物队里发抖 趁着杀手被过身的时候 女人偷偷钻了出来 杀手没有听见 接着检查桌底 后面女人悄悄地跑到了楼上 来到楼上 女人依然不敢发出声音 但楼上所有的窗户也都钉死了 女人发现冰箱上有个起子 她拿起起子撬钉的时候 没注意冰箱的门慢慢打开了 冰箱里的人是第二季表演蹦床的女孩 女人注意到冰箱里有瓶酒 伸手去拿的时候 冰箱里的女孩一下抓住了她的胳膊 原来这女孩还没死 并且开始向她求救 此时外面响起了上楼的脚步声 女人安抚冰箱里的人不要叫 她一定会回来救女孩 说着她拿出酒瓶 重新关上了冰箱的门 冰箱外面留得全是血 很快杀手上来踹开了门 她进来一眼就看到了地上沾血的脚印 顺着脚印的方向 杀手很容易就看出 女人跑到了旁边的房间 而女人确实就在里面门口站着 她想等杀手进来的时候 用酒瓶偷袭她 但杀手站在门口没往前走 而是转身离开了门口 女人不知道杀手这是想干嘛 女人终究没有逃脱 被抓回来塞进了烤箱 烤箱的温度上来后 女人很快就没了动静 烤书后 女人被端上了餐桌 餐桌周围被绑的是女人的丈夫胡子哥 还有他们的女儿阿珍 以及阿珍的一些同学朋友 杀手带着扬声器开始说话 她说要直播杀掉在座的每一个人 阿珍害怕地搓着手 无意间打开了戒指上的小刀 她这才知道 前男友送的戒指上有小刀 反派杀人前总是有很多感言 这给女主逃生提供了机会 阿珍用小刀悄悄划开了绳子 杀手没有察觉 她把戒指又偷偷递给了旁边的小黑 就在杀手准备向胡子哥动手的时候 小黑终于也割开了绳子 橄榄球队的小黑虽然强壮 但也不可能打过手吃斧头的杀手 大家喊着让他们逃跑 俩人赶紧往外跑 跑到旁边房间 他们看见了出去的大门 小黑让阿珍先跑 他在后面拖住杀手 屋外是黑暗的丛林 阿珍不顾一切冲了进去 屋里的小黑纸一回合 就被砍倒在地 杀手跑出房间追赶阿珍 阿珍还没跑出去多远 杀手看到后也冲进了丛林 丛林里到处都是苍耳类的杂草 两人跑得都比较慢 前面跑着的阿珍遇到了围栏 阿珍忍着腾继续跑 很快就消失在了黑暗中 这次杀手没有再追赶他 阿珍在丛林里找了好久 才找到出路 他刚跑出来 就看见路口停队一辆警车 警车旁的地上躺着一个人 他跑过去查看 发现地上躺着是警长老刑 老刑头上都是血 一看就是被偷袭了 不远处想起开门声 他抬头看发现是杀手进了一座房子 阿珍决定不再逃了 他拿起警长的配枪 跟着进了那座房子 房子好像是存放花车用品的仓库 阿珍刚进仓库 就看见了杀手 紧张地他小心翼翼靠了过去 就在他准备开枪的时候 看见杀手摘了面具 面具下的人居然是前男友芭比 阿珍惊呆了 甚至忘了开枪 芭比转身走开 就在这时候 警长过来搂住了阿珍 他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阿珍赶紧告诉他杀手是芭比 并给他说了逃跑的方向 警长让阿珍出去 他自己对付杀手 不一会儿 外面的阿珍就听见仓库响起了枪声 接着警长跑了出来 他找到了芭比 但没有打中 很快大批警察赶来支援 他们搜索了仓库 没找到芭比 不过阿珍的父亲和同学得救了 警察告诉阿珍 已经把他们先送到了医院 现在警方开始在周围丛林搜索芭比 警长夸阿珍勇敢 要护送他回家 阿珍惊恐未定 想缓一下再走 警长就出去 让同事先走 阿珍全身还在发抖 他机械地 清理着腿上的草子 这都是在丛林里逃跑式粘上的 不一会儿 警长重新走了进来 他问阿珍准备好了没 阿珍站起来刚要走 忽然注意到 警长裤子上也有草子 而且和自己腿上的一样 阿珍只觉得头皮发麻 瞬间意识到 刚从丛林里追他的是警长 警长才是真正的杀手 看阿珍脸色不对 警长问他怎么了 阿珍磕磕巴巴地说自己头晕 警长表示 出去后带他去看医生 说着 警长自己朝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 他忽然停住了 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裤子 然后就直接反锁了门 阿珍这下更害怕了 警长转身笑了起来 没想到一个小细节就暴露了他 他承认自己就是杀手 并夸阿珍非常有观察力 阿珍惊恐地问他 巴比是怎么回事 警长说他本来抓了巴比 并给他换上了杀手的衣服 想当众打死巴比 禀替他杀手的身份 谁知巴比 趁他不注意打晕了他 这时候阿珍居然正好过来 而且也以为巴比就是杀手 所以他才可以继续追杀巴比 阿珍不理解 警长为什么要这么做 警长说出了原因 原来那天去超市送饭的女家属 私下里和他好上了 虽然其他人都不知道 但两人一直在交往 而且 女人死的时候 已经有了身孕 就因为阿珍家的超市搞抢购 才造成了女人死亡 所以 警长要杀他全家来复仇 没想到 阿珍把他说的话 全都直播了出去 警长发现后 要杀了阿珍 与死网破 巴比一直藏在仓库 他过来就走了阿珍 两人跳上一个拖车 准备逃走 拖车后面有一根钢丝绳 警长把钢丝绳拴到了柱子上 车子拽不断钢缆 被困在了原地 警长拿着斧头 慢慢逼近了他们 阿珍发现 车上有个礼花枪 他赶紧把火药倒进枪管 然后把母亲送他的手链 也塞了进去 刞绍兴 警长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